前桃園市長鄭文蔡被檢方查出涉嫌貪污 最後法院裁定500萬元交保 檢方當庭提出抗告 桃園地院以最速件的方式送到高等法院這邊 如果最後是撤銷發回跟裁的話 最後也不會由同一個法官審理 專車10點從桃園地院出發 11點前就抵達高院把抗告書送到收發室 因為是最速件星期一上半日移到桃園地院 開始作業 包含影印券證 送印蓋章 寒稿制作好後指定專員辦理 法院承辦人及時處理分案 最快可能傍晚會開始審理 晚上就會有結果 而還在等待法院結果的鄭文蔡案 已經有不少焦點引起討論 就是鄭文蔡這500萬元 只花不到半小時 律師就帶著保金現身半保 拿出好幾疊的2000元大鈔 而鄭文蔡交保當天是假日 雖然說至今還沒有透露 他這個保金的資金來源 但是隨手都拿出這麼多的2000元紙鈔 也讓外界質疑 是不是早就準備好了 院檢部同調也引起司法界討論 因為其他被告都已經被收押 檢方訊後迅速勝壓鄭文蔡 推論是掌握關鍵證據 但以法官的裁定理由 或許可能是認為檢方提出的證據稍嫌不足 另外有法界人士認為類似貪污案件搜索住家辦公室查扣手機都是常見的偵查程序 但鄭文蔡只被約談算是罕見 不論最後高院裁定結果如何 勢必再掀起兩派論戰 TVBS新聞權利人物宜亞太會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